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一纸契约 第七十二集 阴气渐浓,一缕红烟缭绕而起 染红天边圆月 山崖边草木消枢,平吉时缝中 一株闭色的兰花在血月中轻叶深姿 花苞似玉 却寒凶绽放,指阴,枝叶间一串手绳静静悬挂 透明的琴弦发出淡淡的红光 淡金色的珠子挂了露水 在月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忽然,一只伸过来 将手绳轻轻拈去 没了重物的拖累,碧蓝悄然伸展 不曾想,却被身旁人遮去了大片月光 来人生得清灰如雅 却锋芒危险,一双桃花眼深不见底 连一丝光亮都照不尽 来晚了 徐元春皱眉,猛地撩袍蹲下 俯身望向漆黑的峡谷 怎么就你在这 身后,男人的声音加着几分怒气 陆大人很远不快呢 见他不作声 反倒镜子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山崖 曾俯火气上来,说话 徐元春智若网闻 好片刻后,他才拂袖起身 冷哼一声,默然道 在下也是刚到此处不久 看这模样 难道曾兄认为 他们可还有别的去处 周遭草木横飞 腥臭的残枝 踩倒的草丛 还有狂人温热的尸体 与不远处的悬崖 显而易见 布,曾俯握紧了手中的坡刀 低声道 大人武力高强 元不快福大命大 他们绝不会有事 我去找他们 他转身急行了两步 忽听到耳边 响起衣袖偏绝之声 一只手扣住他的肩膀 他们人不在牙下 你去也是白去 你怎么知道 徐元春不答 贼溜溜地盯他片刻 眉毛微微一条 你身上可有火折子 你要做什么 他不答 反倒是曼条斯里的 碗了碗衣袖 还十分不要脸地 伸出一只手 跟他讨要东西 一副山人自有妙用的模样 曾俯眼皮抽了抽 觉得此人简直是厚脸皮 夹字来熟 便在心里呸了呸 难怪元姑娘瞧不上他 则自作孽不可活 曾俯一脸迟疑 四量片刻微垂下眸 犹豫片刻后 终是从怀中掏出火折子 不情不愿地递给了他 徐元春拿在手中把玩了一会 要下一句跟我来 便开始沿着崖边慢行 层幅虽是狐疑 但还是跟上前 随他停到悬崖的另一侧 夜深雾重 崖下一片漆黑 徐元春指尖一旋 将火折子丢了出去 微末的光快速下坠 崖下光景一闪而过 不过半熄的光景 便听得一声闷声 光亮在空中 仿佛被什么东西截住 噼里啪啦一阵响 反复弹起的瞬间 照出一大片岩石 半壁上稳稳地立着一方空地 层幅欣喜起来 却在下一秒又落了空 他们没落在这上头 徐元春的声音很低 只是这山谷太劈静了 让起一层层回音 听上去与他平时的声音不同 他们遇上了狂人 无力招架 走投无路下 选择了跳崖 层幅眸光略略一沉 不免想起了受伤的兰道行和上关西 还有那个诡异的敌声 顿时明白了什么 只是徐元春微侧了身 看向了一处小山坡 那里斜斜地长了几棵 歪七扭八的大脖子树 凡之交错长着 分不清谁是谁的质感 却恰好能容地吓一个人 此处事业极佳 又十分隐蔽 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有人就吓了他们 层幅握紧手中的刀 眼睛几乎要瞪出血来 谁 徐元春无奈地摊摊手 在下若是知道 早就去找原姑娘了 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 她不知从何处摇出把纸扇 蜻蜓点水般地点在层幅尖头 淡淡道 别跟眉头苍蝇似地乱转 你现在能去哪找 既然有人就吓他们 那至少他们现在是安全的 她的力道不大 却怪异得很 点在肩头 叫人半分前进不得 层幅急火憋在胸口 几乎要将牙咬碎 那你说怎么办 她不慌不忙地扇子一转 摊送到层幅面前 只见那山河图扇上 安静地躺着个眼熟的东西 白白胖胖的 甚是可爱 层幅微微一愣 蘑菇 就是蘑菇 今日清晨 她猛地抬起头 目光不由自主地 便和徐元春对上 只一瞬 两人便不约而同地 同时向对方点点头 今夜月色异常 林间雾气散了大半 夜色中树影摇曳 如白鬼夜行 趁着雪白的蘑菇打眼的紧 两人分头寻找 倒是配合极佳 先是曲折的小路 越往后走地势 也越发平坦 不知绕了多久 好似终于下了山 雾气由浓转弹 前路也越发明朗起来 大树根旁印着浅浅的脚印 若是蹲下来仔细看 能瞧见泥土中被碾碎的蘑菇碎屑草木 徐元春缓缓起身 眸光直直望向前方 低声道 是这儿了 不远处 一栋简朴的木屋 清冷地注立在月光下 层浮吃了一惊 居然绕回了村子里 只是 此处偏僻的锦 杂草丛生 旁边堆着几块烂木头破瓦 经风目语不知多久 被腐蚀地发黑 两人绕到屋子的正前方 瞧见那前头还有一口井 月亮倒映在水中 泛着诡异的红光 屋子无灯 不知是无人还是有诈 徐元春摇摇头 时辰快到了 他不会再次久留 说吧 也不解释此话何意 脚下打了个转 抬头望月 要下一句今日月好 再下去去便来 便抖抖袖子 顺着来路往回走 不一会就消失在林间 层浮 都这个时候了 他竟还有 闲情一支赏月 知晓他是靠不住的 层幅轻叹一口气 脚尖轻点 好似一片羽毛似的 疏地窜上了屋檐 片刻后 他翻下来 悄无声息地从窗户 跃入屋内 礼物不大 百事简陋得很 他目光一一扫过 床上的干草是新鲜的 上头有睡过的痕迹 桌上和柜子落了少许的灰尘 柜子里摆的都是些寻常物件 他余光扫到地上的木盒子 打开一看 里头却是空的 就在不久前 这屋应该还有人 疑心此处有暗道 层幅又仔仔细细将屋内外搜寻了一遍 却没发现任何家层 正一筹莫展之时 他瞧见墙角处有个物件 才走过去 便听到窗外有人唤他 岑修 岑修 人找到了 他拿起刀匆匆出门 四下望下 看见徐元春手里捧了一把土 站在那茅屋厚的小山坡上 神情喜滋滋的 活像个大傻子 这是干什么 岑俯走过去 嘴角难以置信地抽了一下 你挖坑做什么 他跟前有个不大不小的坑 不深 像是刚挖不久 旁边的小土堆上 还念念地埋了几棵倒霉的小草 徐元春见他站着不动 索性将手中的土一扬 你要是再不帮忙 你家大人可要憋死在里头了 他的话音刚落 仿佛要印证些什么似的 那坑中竟传来咚咚的声响 你是说陆大人他 曾福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急急蹲下身 用力拨开泥土 不过片刻 便露出旗下漆黑的棺板 二人合力将其挪开 露出一张苍白的脸 陆大人 低头望去 陆一血色尽湿 脖梗处的肌肤 纵横出紫青色的经脉 他双目飞红 力气却大得惊人 几乎就要挣脱身上的绳索 徐元春脸色微微一变 立刻叹了叹他的脉搏 沉声道 独正在攻入他的心脉 你快输些真气给他 曾福二话不说 扶起陆毅 一手抵上他的后背 将内力源源不断送入体内 徐元春从怀中掏出黑色的布包 从中取出几根极细的银针 娴熟地扎在穴位上 约莫一炷香的时间 纳紫青才缓慢退散 一口黑血吐在地上 陆毅睁开眼睛 四寻之下 却不见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心往下沉 急急起身 不料胸口炸裂般剧痛 眼前一阵一阵发黑 不过顺兮 便以大汗淋漓 徐元春眸光一鸣 点住他几个穴位 一手丹田 莫让真气乱窜 闻言 陆毅立刻盘腿调息 好片刻呼吸 才慢慢平稳 陈毅在旁 担忧地望着他 大人 您没事吧 陆毅摇摇头 随后抬头看徐元春 语气微微透着寒意 惊吓呢 与其担心别人 不如先担心担心自己 你已毒制心脉 若三日内再无解药 神仙也难救 徐元春慢条思理地收了针 斜眼瞥他 打去倒 但陆兄你内力深厚 扛毒 不如已毒攻毒 找只毒舌咬一口 撑得七八天没问题 陆毅轻哼一声 徐公子当真是百事通 他嬉皮笑脸 过奖过奖 不只是百事通 简直是神算子 无论是山崖下的另有玄机 还是有人相救 蘑菇是原补快掉落的 便也罢了 他又是如何得知 大人被埋在这棺材中 层幅反应过来 上前拦在 他与陆毅中间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龙胆村的事情 是不是也跟你有关 徐元春也不恼 无声地笑了一下 中山有狼 白眼而杂涩 东锅长四肢 中自害 这是在拐着弯骂他是白眼狼 臣服气恼 你 陆毅抬手拦下他 冷声道 他在哪 徐元春揭起眼皮 看向跟前的锦衣卫 他虽是虚弱 眉目中却透着丝丝冷意 那双如鹰的眸子就这么直直地盯着 好似笃定自己知道些什么 徐元春垂下眸 神情慢慢淡下去 祠堂 那间红白洗丧颠倒的新房 彼时 一连串刺耳的鞭炮声 滑破宁静 紧接着是鼓声 罗声 曲调喜气洋洋的 像是哪家在办喜事 徐元春面色一鸣 要开始了 几人不约而同 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就在林间深处的那头 先是隐隐闪烁的火光 片刻后 一顶大红花叫徐徐而来 叫声鲜红 上头的漆 却干干巴巴的 像死人的皮肤 夜风卷起地上的纸前 斜着浓重呛人的香烛味 飘了过来 队伍缓慢前进 逐渐能看清全貌 村民紧跟其后 敲锣打鼓 他们低着头 脸上没有表情 陈福突然道 李婶子 她怎么也 花轿旁 提着灯笼的老妇 神情麻木 像是早就知晓一切 这就是那场所谓的喜事 吃干的阴影 演去徐元春的神情 没了新娘 他们自然要找人顶上 所以 原本是上关西 现在 陆一道 是今夏 两人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 唯有层服不知所然 陆一三言两语 将今日之事说清 她这才明白过来 八年前 梁勇未死 八年后 她回到龙胆村 借武神通之名复仇 村中有神通 每三日听一次神指 替武神通办事 陆毅顿了顿 继续道 我与今夏曾碰到一男童 说村中有孩童失踪 如今看来 她便是以此要挟村民 其中一人便是离审 龙胆村不是得罪神鬼 因果报应罢了 没错 徐元春一边点头赞同 一边斜眼挑眉地去看层服 义服你看 你家大人知道的也不少的神情 层服无视他 问道 但大人 如今龙胆村被杀人化 弄得人心惶惶 按理说 当年参与此事之人 应该死得也差不多了 为何今日还要弄这一处 是了 若梁勇复仇 杀了那些人便是 可为何还要告诉村民 如何求得原谅的法子 难道仅仅只是 为了想要看到那些人 跪地求饶吗 还有 若梁勇未死 为何时隔八年之久 才会来复仇呢 三人各自若有所思地沉默下来 对了 寂静片刻 层服想起什么事的 递出手中的东西 大人 这是我刚刚在屋子里找到的 巴掌大的香囊沾了土 已经有些脏了 这可是圆补快的东西 陆毅摇摇头 上还寄出被千丝锁锁连时 他二人紧着了身理衣 为了向徐元春讨要钥匙 衣上便是由今夏所奉 那针脚 与这香囊上精致的荷花 简直是天差地别 徐元春也探头过来 这不是客栈那日 袁姑娘捡到的香囊吗 他眼急手快地撵过 翻看几番 拿到鼻尖下清秀了秀 突然一了一声 风口处的线被挑开 倒出一堆被晒的干粑粑 看起来像药材的干草来 层浮皱眉 这是什么 水银 生草污 蝉除 咸 还有 突然 他神色微微一变 将手伸到路一根前 你来闻闻 一股凉辣的刺鼻气味 直冲鼻腔 却在入肺腑时 渐渐柔和 较胸口的 志气消散大半 这竟然对狂人独有其笑 看来我们见过他 而此时 迎亲的花轿吹吹打打 以缓慢行至山脚下 尽管月色明朗 但山林茂林遮蔽 不一会儿 队伍中亮起灵星火把 远远看上去 像一条长龙 三人不再多言 施展轻功 悄无声息地跟上 今夜虽无语录 但走在这草木中 依旧觉得寒气刺鼓 对尾的两人 敲着裸走过 冷风刮过 冻得鼻子通红 其中一人不知说了句什么 抬手揉揉鼻子 谁知喷嚏还未打出 后警被重重砸了一下 两眼一黑 身子软软瘫倒在路易身上 将这个戴上吧 才换上村民的衣裳 徐元春递过来一个 不知道什么的东西 路易接过时才发觉 这竟是一张人皮面具 抬头时 眼前那个光风季月的徐公子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极其普通的脸 嘴角边还有一颗大黑痣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换上的 从村民身上扒下来的衣服 皱巴巴的 但三人气质长相非凡 若是混在队伍中 怕是很快会被人发现 路易接过 到了生谢 却不急着戴上 那人皮面具 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 柔软无比 虽然做工粗糙了些 但好在这是晚上 不仔细看也能糊弄过去 没想到他还精通易容之术 路易静静看着他 好片刻后 才将人皮面具缓缓贴合到脸上 等等 徐元春叫住两人 将手中的物件一字排开 有罗有骨 还有只乌七骂黑的索纳 他眼疾手快地拾起罗 呛得轻轻一敲 嘿嘿笑道 在下不踩 只会打 不会吹 不知二位 有谁会吹索纳 他这算盘倒是打得响 罗骨只要长手的都会敲 只是这索纳需要些技巧 若是吹不好 京城鸣声响当当的陆言望 锦衣未经历 还有个指挥使的爹 北镇福斯层校尉 陆经历身边的红人 传出去还不得被人笑掉大牙 莫说陆毅了 连层服都微微皱起眉头 偏徐元春仗着罗在手 看热闹不嫌事大 他眼珠一转 坏心眼道 久闻陆大人五一双全 想来 索纳也不在话下 要不 陆兄你来 惊吓觉得脑袋迷迷糊糊的 后脑勺传来一阵一阵的刺痛 身体浮浮沉沉的 仿佛落入一团柔软中 不知过了多久 鼻尖隐约有香烛燃烧的气味传来 有浅到浓 愈发呛人 他猛烈咳嗽几声 好容易恢复神志 睁开眼睛 这是哪 他知晓自己可能是晕过去了 脑子却像一团江湖 一时什么也想不起来 抬头之时 恍然瞧见一面同镜 正对着自己 也不知是谁摆上去的 惊吓眨了眨眼睛 却骤然惊出一声冷汗 喜烛散发出悠悠的红光 白纸剪成的喜字 纸壶的首饰 还有墙边立着的纸人 周遭一片丧白 镜中 唯有他 着了那件大红色的嫁衣 鲜艳无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